台湾历史研究的堕落 以课纲为条及228为例 2015年6月18日上午 今日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翠莲于苹果日报投书我们吞不下这荒唐课纲 大谈史官最后扬言历史教育最基本的要求 要提供历史事实 进步的历史教育在训练人们的思辨能力 分别不同史官 兼容多元价值 背离基本史实的历史教育 就成了愚民教育 洗脑教育 看到这段话再看看陈翠莲的228研究 真感到荒谬至极 明明陈翠莲的228研究就违反历史事实 以许多错误推论228 还不引用当事人的言论与重大史料这种栽赃式的研究竟被流传 真可谓台湾历史研究的耻辱 在他研究多年之后亦无人指出他显而易见的谬误 台湾无人呼 根据我搜集的资料及已完成的著作可以清楚地指出陈翠莲的228研究根本就被离世实 简言之 在228事件前期 本省暴徒对外省民众进行屠杀时 陈翠莲编造这是被军统收编的中义服务队所假造的现象 借以引国军来台镇压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 根据我手上的史料 暴徒是被228基金会所认定的用语 写出暴徒二字的是2005年的陈锦皇董事长领导下的228基金会 陈水扁时任台湾总统被本省暴徒屠杀的外省人于3月2日死亡 亦因此与中义服务队完全无关 换句话说 这个词是民进党时期的标准用语 而陈翠莲错在哪里呢 中义服务队的行动并非完全受所谓许德辉 军统 毛人凤所指挥 除了可能有夸大真功的可能外 当事人中义服务队总副队长廖德雄就有口述历史 居然还是中研院徐雪基所采访 这批学者竟置之不理 这还有脸说历史教育最基本的要求 要提供历史事实 中义服务队所谓四处抓人的时间根本不构成蒋介石派兵借口 除了中义服务队有1947年3月7日就被下令解散的说法外 蒋介石3月5日就通知陈怡要镇压 而中义服务队3月4日才成立一天之内制造出兵借口 我在相关注述中有详细引证 在此不坠 但这些制造未始会始的人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历史教育最基本的要求 要提供历史事实 陈翠莲教授 你是否该照照镜子 我所找到的资料都是被公开的资料 而且是痛骂蒋介石杀人魔的陈水扁政权所提供的史料 陈翠莲教授你为何要侮辱228受害者料的熊实际带领的中义服务队 你不知道他父亲在228被害死了吗 死亡的台湾人其清白要被如此践踏 这几个台大历史教授 有些对228历史造假 有些对台湾人以圣战心情在亚洲进行大屠杀仪式 为列入克刚中恶意忽略 如果历史教育最基本的要求 要提供历史事实不是欺骗社会的话 就先从还原台湾人加入日本大东亚圣战狂热侵略的情况与向228受害者料的熊道歉做起吧 Blackjack 2015年6月18日 关键字陈翠莲 刑制机关228事件 克刚为条屠杀台湾历史 关于228 谁有打屠杀外省